台北捷运版南线今天晚上7时28分,船出往顶浦方向列车车厢有一名富人持刀最后压制的情况。 图取字PTT分享。 台北捷运版南线今天晚上7时28分,船出往顶浦方向列车车厢有一名富人持刀引起民众惊恐, 最后遭热心民众压制在地,但车上面火器也遭激发的情况,列车在龙山寺暂停车后, 北捷航空中心也让车上约800名乘客下车盖搭下一班车,耽误营运约2分钟。 捷运警察队表示,制服持刀夫人的是刚下班也搭捷运的北市警察局行大警员, 妇人疑似精神不稳,在车厢内把玩水果刀,引起其他乘客紧张, 最后被遭制服。 事发后也有人在PTT分享过程,提到持刀老妇人被压制在地, 车厢也一阵遭动,隔壁车厢的人都冲过来, 还有人还用灭火器喷雾防身。 捷警队表示,妇人目前已移送至桂林派出所侦选, 北捷龙山寺站车厢。 女子持刀挥舞遭待,中央设台北29日电,台北捷运龙山寺站今晚七十三十分许, 发生捷运车厢内有一名女子持刀挥舞事件, 警方获报后立即前往现场支援, 成功压制贷回派出所侦选,仅一名远警受伤, 性无大碍。 警方表示,今晚七十三十分许接获通报, 指节运龙山寺站列车车厢内有名女子持刀挥舞, 紧急派员前往现场处理, 性无乘客受伤, 近一名远警在处理过程受伤, 并无大碍, 事发原因仍待真逊厘清。 台北捷运版南线今天晚上七十二十八分, 传出往顶浦方向列车车厢有一名妇人持刀最后压制的情况。 图取字PTT分享。 台北捷运版南线今天晚上七十二十八分, 传出往顶浦方向列车车厢有一名妇人持刀最后压制的情况。 图取字PTT分享。 台北捷运版南线今天晚上七十二十八分, 传出往顶浦方向列车车厢有一名妇人持刀最后压制的情况。 图取字PTT分享。